坦白講 這個題目是我生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太不尋常了 怎麼會接二連三 那麼多的國際大廠 紛紛決定大舉來台投資 來台灣的投資金額跟規模 只有越來越大 所以我就想到 對 應該跟台積電擴大台灣投資有關係 所以台積電擴大台灣投資 引動了全球磁吸效應 怎麼吸過來 國際大廠誰被我們吸過來了呢 先看左邊 台積電在竹科 先進製成的研發中心 2奈米 中科 7奈米 6奈米 南科 5奈米 5奈米PLUS 4奈米 3奈米 高雄剛剛建中講了 日後可能1奈米跟愛米茶是在這 北中南全部完全布局 所以國際大廠為什麼會被吸過來呢 很簡單 如果你聽聽看前線百分百 你就不意外了 請看這邊喔 還記不記得上次我們說過了 蘋果啦 Google啦 微軟啦 有些晶片不給高通 不給英特爾設計了 晶片自行設計 自行自製喔 如果他們都要自製晶片 那麼我不就來台灣設廠 究竟給台積電下單代購 台積電做好之後直接取貨 做好產品之後往外送 所以他們三個加大來台投資 有多大往上看 微軟31年來在台灣的投資金額 史上最大的一次 微良請上來 就更不用說了 半導體最大設備大廠 因為S-More 台積電是它的最大客戶喔 客戶投資這麼多 剛見眾不是說嗎 還有14台吧 S-More的極子外光機 這個台積電要跟S-More買喔 所以都來台灣投資 這不就是此息效應嗎 因此為什麼吸得那麼積極 再來台積電的上中下游供應鏈 國際大廠都來了 你以為我們台積電擴散出來的 上中下游的供應鏈 商機只會一年嗎 我壓寶可能3到5年都會 多投期待 有可能嗎 當然會這樣子 YES 來看一下磁吸效應 好 那我想其實呢 近年來真的因為台積電 帶動很多國際大廠 都來台灣找機會做投資 包含剛剛講到微軟呢 31年來在台灣最大手比的投資 這次要投資13億美元 那事實上呢 微軟在台灣所建立的這個 雲端資料中心的工程團隊 是僅次於它在西雅圖總部之外的 全球第二大 天啊 可見全世界第二大重視 微軟第二大重視的地方是台灣 對 來這邊設資料中心的不只微軟 資料放在這兒 資料亂放嗎 它要放在伺服器 伺服器每一個都要很多很多的晶片 晶片誰幫你做 台積電 所以最近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為什麼國際大廠都愛來台灣 那不過蘋果其實早從2014年呢 就在龍潭這邊秘密設立一個 實驗研發中心 是針對MicroLED 本來還秘密的喔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從北中南來看 中部來講的話呢 美光其實把台灣視為低潤的製造中心 那目前呢 有兩座大廠也即將呢 其中一座在今年要開始啟動了 那最重要就是在南科設廠的 像剛剛提到的艾斯摩爾應用材料 那整個南科呢 其實從現在5奈米 4奈米 3奈米 即將呢 在這裡量產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 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講到這個幫我秀一下剛剛的地圖 艾斯摩爾為什麼挑在台南設廠呢 這是我多問的啦 突然想到 因為5奈米 5奈米plus 4奈米 3奈米 這些都是先進製程 對 剛剛接受你說 大概接受你說 還有幾台因為這個 極子外光機要買 15台 15台嘛 15台我剛才講錯以為14台 一台是1億1.3億美元以上 所以艾斯摩爾設在台南 是不是因為台積電要買15台 極子外光機台是大 是重的不得了 所以呢 越遠運送越危險 所以就在台南直接 艾斯摩爾就送到台積電的廠房 對不對 沒錯 而且有了設備之後呢 設備是誰在處理的 要人嘛 要人啊 所以其實這個艾斯摩爾在台南 他設立這個人才培訓中心 是全球呢 除了他在 因為他本身是荷蘭商 除了在荷蘭之外 全世界只有台灣 有這樣子的一個訓練中心 因為你機器賣到台積電 台積電是他最大客戶嘛 賣給他 還要有人去教他們怎麼用 還有包括了機器 總是會有小故障嘛 維修人員 所以你看就業人才在台灣 讚 對 所以其實呢 整個供應鏈呢 在台灣形成一個很完整的聚落 那帶來資金 帶來人才 那我想主要台灣有幾個優勢 第一個來說 我們其實在整個亞洲地圖來看 其實就是銜接東北亞跟東南亞的一個卓越的地理位置 中國大陸在這 美國在這 台灣在這 送美國 送中國 送歐洲 對 那再來來講的話 其實很大的優勢是在於我們的資訊通訊 整個供應鏈完整 那曾經有一個這個國際的CEO就講過一句話 他說呢 在台灣如果你要召集各地的人開會 大概平均不用一個小時 高鐵一坐 不管你在北部你在東部你是南部 人馬上就到了 那當然台灣呢 過去這個電子的一個實力 其實是扎根非常深的 所以其實呢 整個供應鏈 你其實從大大小小到後段的組裝 其實都能夠提供IT完整 沒錯 那我們的產業其實也能夠配合彈性 像那個跟國外 如果要有跨時區的這個會議 隨時都能夠 你看記不記得像那個台積電 當他光阻季出問題 導致矽晶圓暴廢的時候 馬上呢 當天其實呢 立刻半夜加班去解決客戶的問題 這也要說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什麼都好 你知道嗎 就是包括了這個任分啊 努力啊認真啊 自己的業務出狀況 三更半夜都把它做好 沒人在計較的 沒錯 在國外呢 當然加班還是要填啦 這些技術人才 你要他加班的話 這個有錢也請不到人 真的是這樣子 那當然剛剛提到台灣其實呢 專業技術人才很多 而且現在再加上國際的大廠來台灣 還幫你呢 再把技術升級做訓練 那另外呢 我們相對 可能就跟中國比 或跟其他的這個新國家比 我們對於智慧財產權 還有資訊安全的保護 其實做的也比較落實 這個最重要 打兩顆心 昨天呢 這個我們陳博士還特別講 中國大陸呢 雖然跟歐洲簽訂了這個貿易協定 可是呢 這個制裁權他們要保護 沒像台灣那麼厲害的 對 那因為像美國就頒布了這個 所有的網路的乾淨法案 所以其實這個也有利於 就是為什麼資料中心 會來台灣做設立 好 那再加上就是一些地緣政治的關係 像包含香港國安法通過 還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都有利於台灣的價值 更被國際大廠看到 所以國際大廠 翻翻透過了台積電的磁吸 來台灣大舉投資 只有越來越大 講到了半導體產業 也許你也想問 到底那個上中下游是怎麼個連結 整個台積電要做投資 那我想呢 如果以完整來講 你要先從蓋廠到買設備 到晶圓的生產製造 在後段的封裝測試 這個呢 我們包含你從一開始的電力工程 無程式工程 廠物營造 這個應該是走在前端的 廠要先蓋好 電線要先拉好 對 那再來是不是要開始進設備 包含有半導體的製程設備 那檢測的設備 對 到那個生產過程當中 你所需要用到的一些耗材 原材料 包含矽晶圓 再生晶圓 耗材跟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一些特工的這個化學產品 對 那還有呢在目前來講的話呢 像碳化系也是屬於第三代的 半導體材料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探針 什麼叫探針 探針其實也是在封裝測試的過程當中 他就要他去檢測這個晶圓 所必須用到的一個 測試用 對 那另外來講的話呢 像光照也是在半導體生產的一個製程當中 所必備的一個流程 這個光照我最了解了 上次見證拿手機 然後一個設計圖 上面一照 就透過去啦 這叫光照 光照還不簡單嗎 所以全部 這樣子從上游到下游 半導體這樣 就大概有14個次產業 對 都牽動這些產業 其實我再補充一個 包含去年的風力發電 為什麼長起來 因為台積電跟臥續能源 簽了20年的買電的合約 所以其實台積電還牽動到台灣 將來的風力發電 再生能源的電力產業 跟您報告 14個次產業都有好多 台灣相關的公司 您不要急 因為版面關係 我PO在今天的臉書當中 就在今天節目當中 您看得到喔 但是因為大概有一兩百家吧 台灣厲害 最後一個幫我抓出 幾檔比較重要的指標 好 那這指標股的一個想法是什麼 我必須先講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看說台積電 資本支出280億美元 就牛逼血了 就太興奮 因為為什麼其實這樣子 周杰倫如果宣布要徵婚 也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受惠 對 再來 而且還有人會生氣 就他老婆 都結婚了 我是你原配 你還徵婚 所以呢 所以其實呢 我們從產業界面的角度來講 你必須要尋求就是說 第一個呢 你的設備是必備 而且又最貴 我懂意思 你東西要是最好的 對 然後呢 這個 性價比要是最高的 對 而且像剛剛其實建仲就提到 台積電經驗資本支出的重點 是發現先進資產要去買極子外光 所以其實他不是說一般的設備都會受惠 因為大部分比較高端的先進設備 其實還是掌握在國際大廠的手上 所以這邊呢 台灣能夠真正吃到商機 掌握關鍵供應鏈的 包含像矽晶圓的環球晶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是全球呢 作三萬二的大廠了 那另外呢 加燈就是切入到EUV極子外光的光照盒 那另外呢 萬潤是比較難得是 終於有國內的廠商 打入到台積電先進封裝的設備 那另外呢 軍豪它以前不是台積電供應鏈 它是面板大廠供應鏈 但是呢 它現在呢 切入到台積電南科廠的 自動化的搬運系統 這就是我們上次跟您講的 傳動元件 現在台積電 台南高雄這些的設廠 全部都是自動化喔 所以自動化的設備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急迫 對 等於是新的這個台積電概念股 好 因為總共有八檔 我們先掃這邊四檔喔 環球金 環球金 最近股價呢 漲高之後也拉回 不過呢 前波低點這邊呢 來看應該會有手 所以它目前走的是一個大的 箱形區間 加燈 創高之後 今天這也是一個長黑吞噬 所以留意一下短線幾漲呢 不過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前高的景線支撐 拉回到這邊再做留意 325喔 萬潤 萬潤呢也是一樣喔 最近算是比較強勢喔 不過呢應該有機會呢 慢慢在十字均線這邊 震盪去做整理 好 再來下一檔囉 君豪 那君豪這邊來講的話呢 短線漲高 這邊看起來有個短期的頭部形態 不過同樣的 應該是來回撤前低這裡的景線支撐 大概42左右 有喔 好 四檔標的知道了 再來這四檔 好 那金鼎呢 主要是做這個半導體製程設備 那自貿呢 則是做檢測設備 好 宏康呢 是做這個檢測 那檢測呢 其實會隨著先進製程 比如說呢 5奈米跟7奈米比起來 它相對的單價就會比較高 因為比較複雜 那金材呢 這更不用說了 就是台積電的轉投資 台積電本身呢 只有它股權超過四成 那它就是跟台積電呢 做這個12吋晶圓的後段的測試代工服務 所以台積電的單子 它絕對吃得到 沒錯 好 趕快金鼎囉 好 那金鼎呢 這邊看起來最近震盪比較大 距離震盪 對 連續兩根呢 這個長黑K在這邊看起來 上檔壓力應該是蠻重的 不過下檔這邊留意一下 上升趨勢線能不能守得住 不追喔 沒錯 智茂來 那智茂呢 也是今天創高 不過股價也是有一點小震盪 拉回的一個壓力 先觀察一下短期這邊 五日均線的支撐力道 宏康 那宏康呢 最近也是呢 留了上影線 留了上影線 所以看起來呢 短線壓力也慢慢浮現 那我認為因為乖離比較大 可能支撐的防守點呢 要拉到這個十日均線這裡來看 十日均線 精彩最會的 那精彩今天是創高 那也是呢 高檔避雷針出現 那應該會回到呢 之前的這個區間 200元整肅關卡來做測試 而且精彩你看今天突然間的爆大量 對 所以威良 剛剛掃到這些八檔標的 對 說實在的股價 並不是連續的強攻 可是呢 台積電的資本 持有兩百八十億美元 史上最高 全世界最強 我們講的是一個 未來的多頭方向對不對 對 不是叫你做這一兩天 我們就去追 這行情又不太穩 其實都往上 但短線都有點過熱 好 感謝威良 非常謝謝您了 請回座 開始來看一下囉 台積電擴大台灣市場 這就是台灣加油的表徵 台積電所帶來 國際大廠磁吸效應 越來越多了 微軟 Google 蘋果S more 應用材料美光 全部 機種而來還有很多家 要來台灣擴大投資 台積電當然包括了台灣 有這麼多的誘因 他們才願意來了 因此呢 收到了台積電的上中下游的供應鏈 何等之多 14個次產業 剛剛威良都有帶到了 我們只能夠抓 比較重要的相關售貨股八黨 與您做分享 其他的細部你們就抓 今天晚上的PO文再看仔細了 以上結論 重點 威良正確囉 完全正確 謝謝您 趕快進廣告 說到了這些相關的半導體 講白的 低軌衛星 也要半導體晶片 你以為不用 但我聽人家說 今年就是全世界低軌衛星 穩定發展年 真的嗎 低軌衛星到底相機在哪裡 台灣也搶進去到太空產業 讓見眾帶大家目睹囉 第二個獨家